詩文 你是怎麼辦到的 中國游泳選手葉詩文 在女子400公尺混合四世中的 最後50公尺 以28.93秒的成績 打破奧運紀錄 甚至在男子400公尺混合四世中 打敗飛魚並奪下金牌的洛克特 最後50公尺 充氣速度還是沒有僅16歲的夜快 葉詩文以50秒的差距 超越個人最佳紀錄 隔天又再度女子200公尺混合四世 半決賽中打破紀錄競技 這項驚人紀錄在各界如火如荼的討論下 也引來英國和美國媒體的質疑 他們影射葉詩文可能使用金藥 才讓他有如此的爆發力 但中國媒體和葉詩文 立刻出面反駁 葉詩文表示 能有今天這番成績 是從小就開始接受嚴格的訓練 你認為此事該被失誤調查嗎 留言告訴我們你的看法吧 有什麼感想呢 留個眼吧